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Dicto的剪接部的工具 因為它前一段時間有改版了 所以我們剛剛有跟哥老師提到 它的圖示長得不一樣 圖示已經長得不一樣 變成像這樣子 那一樣的 預設你執行之後 我們先把它環境先再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因為這個本身就免安裝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原則上唯一需要處理的就是什麼 開機的時候要自動執行 對不對 才會幫我們自動收集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右下角這裡 來 我們現在呢 所有你就是比較陌生的 或第一次執行的應用程式 都還是會縮在這個通知區域裡面 所以還是麻煩你把它丟到外面來 因為比較常用的我會建議你把它丟到外面 才不用老是都要打開它再進去 雖然它隱藏 本來的用意是希望你眼睛不要太花 可是 常用的 老是多按一次還是麻煩 所以你就按著把它拖曳到外面來 這樣就可以 這是第一個 您可以先像這樣子把它拖曳來外面 像這樣把它丟到外面來 放開 這樣就好 好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您看我點到它了 這裡 我按一下右鍵 糟糕 我沒有把那個 原來我還沒有把它換成中文 您到這邊 您按在那個圖示上面 在這張圖 在那軟體的圖 按右鍵 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叫option 選項 好 把它點一下 不好意思 我以為我換到的 結果沒有換到 Chinese traditional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好了之後按確定 這樣我們的這個 軟體不用重新執行 你只要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時候按右鍵 有沒有都是中文的 這樣就都是中文的 所以您就使用上會更方便 那 您回去之後呢 把語氣改完 還有一個地方 我們剛剛講的開機 是不是要執行 因為這樣 一開機就幫我們收集 就是第一個選項 就是這個 請它幫我們開機的時候 就自動執行 至於說您希望保留的這個 剪貼簿的數量 您可以自行決定 預設是100的 如果覺得不夠1024 也可以 只是1024就真的比較多 你光在那邊找 要一點點時間 所以剪貼簿 一般大部分 我還是會 大概50到100應該是差不多 差不多 當然如果您覺得說 您某一段時間 比如說我現在執行某一個專案 那那個專案 我常常要用到 某些內容 你也可以把它這個數量 把它變大一點 這樣的話就是 在專案執行過程裡面 你那些剪貼的內容 都隨時可以找得到 這樣OK嗎? 可以的齁 那我們馬上就來試看看齁 好 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簿 文字圖片檔案 對不對? 所以我們馬上來試看看 123 文字 按右鍵 圖片 再來檔案 檔案 我來這裡找一個檔案 好 就是這個 Ctrl加C OK 那麼我現在點了 您先看一下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剛剛做了這幾個了 這兩個是文字 圖片 檔案 這樣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好 那麼 剛剛老師有提到一個問題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 把它固定在那裡 比如說 我就是要這樣 讓它一直顯示 老師您希望 這是不是在這裡一直顯示的 好 在這邊 我本來也不會這一個 我後來才發現原來它有這個功能 它有一個快速鍵 叫做固定 像這個 視窗 我們可以相當於可以把它拉出來 有沒有 你點開之後可以把它丟出來 看一下 它有一個固定的 好像是 有一個叫TOP 哦 有 你看 這樣有沒有固定在上面 我剛剛怎麼做 這樣子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先關掉再做一次 您看一下 打開之後 我們右手邊 不是有這個嗎 這一個 好鼠點兩下就好 兜兜 兜兜是打開 兜兜是關掉 兜兜就置頂啦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置頂 兜兜 有沒有發現這裡會多一個 有沒有TOP 叫什麼 TOPMOS window 這樣 是不是就滑 就你的剪接布是隨時在上面等待你的 有沒有 這樣就解決老師的問題 我今天 即使我是雙螢幕工作 我移到不同地方 我隨時可以把我剪接布叫出來 不用再等待 兜兜 這樣OK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常常會遇到的是 今天你做了 看了這些 這麼多 我把它再COPY 然後呢 我們再找一下 還有哪些內容 好 這裡我再COPY 我盡量多摳一點 因為我 待會呢我需要 給您看一下 一些不一樣的 多多多 三項 好 在這裡 複製 好 你看 我現在有沒有 比較多了 重點來了 這些如果你要重複使用 該怎麼辦 這些 直接點兩下就好了 對不對 點兩下就出來了 好 點兩下就出來了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裡有 Office的檔案 或者我放在這邊 即使通裡面 在這裡 就是我們的 白板 我就寫在這裡面 好啦 既然有人幫我 開了 兜兜 假設我要這個 兜兜 有沒有就進來了 你就在那個 你要的點兩下就好了 好 那我們在這邊 我把大小稍微 射小一點 好 燈燈燈 的 請問這樣是不是就OK了 欸 對啊 你看 你的老師貼在裡面了 對不對 好 這樣 在這裡 這是第一個 那圖片呢 也可以喔 我要到這邊 我就來這裡 多多 有沒有圖片就進來了 所以我剛剛講的喔 其實我們這個 互動白板 可不可以放圖片 可以的 你也可以把你的圖片 把它丟進來 喔 也可以把它丟進來喔 所以 這也是剪貼簿 對不對 那 有了這幾個功能之後 請問你還需要 很重要要搜尋 因為 我現在是因為剪貼簿少 所以你覺得一眼望盡 沒錯吧 一眼就看完了 可是當你的剪貼簿有 五十個 甚至六十個 七十個 甚至拉一百個 如果你記得我曾經複製過 曾經有在剪貼簿裡面 那麼 怎麼搜尋 在下面這邊 您看 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搜尋 就是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 推薦老師 您的剪貼簿 要用聰明一點的工具 你沒有這些聰明工具 你就會發現 老師在做重複的事情 真的真的 因為 這裡摳了 結果 剛剛做了其他事情 剛剛那個還在 在找那個字串 或找那張圖片 你就得回去 原來的地方再找 可是 如果您有這樣幫他記住了 管他原來在哪裡 隨時就這樣丟出來 而且 怎麼樣 下次開機會不會在 各位還記得 這個下次開機還會在嗎 當然會在啊 直到你不想玩為止 呵呵呵 只有一個 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 帳號密碼 也有人會摳嗎 所以 如果您真的 那個是帳號密碼 您不希望說 留在那裡面 等一下看到的 可以搭配一下 等一下我講一下 怎麼把它刪掉 那我先講搜尋 搜尋簡單的齁 所以我們就從這邊 欸 比如說我要找螢幕的螢 好 你看 他不只幫你找到 關鍵字有沒有幫你mark起來 也有 這樣資料方便很多 所以其實 剪貼布 才是真正 完全屬於什麼 你個人的東西 沒錯吧 因為剪貼布只有你自己在用啊 那 自己的資料 都找不到 那 怎麼去 呵呵呵 所以其實我們在電腦裡面 你看我們搭配這些 剛剛介紹這幾個下來 你就會發現 我的主題 我們今天是什麼主題 各位今天來 我們是上什麼主題 是的 你的電腦也能這麼好用啊 你不覺得你的電腦變可愛了嗎 你每天都跟他在一起 跟你ANADA的時間比起來 他用的時間還比較多呢 呵呵呵 他也是你的親密愛人 好嗎 所以 你把它 弄得更順手 是不是各位 平常用起來就更方便 那我們這些大多數 大多數 欸對了 順便提一下 如果你搜尋完了 關鍵字不要 因為我們現在搜尋完了 是不是他會 只列出有符合關鍵字的 要記得怎麼清掉 在右下角這邊 跟搜尋引擎一樣 把它這個關鍵字清掉就好了 你原本的那個 剪貼部的內容就回來了 有沒有這樣就回來了 好 那所以我們像這樣 你把 大多數的工具 我們都是 不需要安裝的 所以其實 如果說老師 您去上課 在一般教室用電腦 那個 裡面的電腦的話 隨身點插進去 就可以用了 當然 其實 我還是建議老師做個備份 所謂的備份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怕電腦教室的 那個 一般電腦裡面 它有中毒 你用USB 總是 比較容易 讀來讀去 那所以 可能 您可以放一份 一樣的檔案 放一份在 雲端立碟上 如果萬一真的不行 因為我們檔案都不大 至少還可以 怎麼樣 偶爾下載下來 應急一下 不會說我到現場挖 電腦不是我的 換一台 不好意思 沒有人理你 因為沒有助教在旁邊 因為我們到現場之後 或者是您有時候去演講 之類的 也是可能用現場電腦 那萬一有問題的時候 就 比較困擾一點 所以我通常 我也會做一個備份 我在雲端立碟 我都準備另外一份 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順便提一下 剛剛有說 這個要怎麼把它刪掉 對不對 按右鍵就好了 哪一個不要的按右鍵 是不是有一個叫刪除項目 其實老實講 按右鍵還是有點麻煩 delete就好了 各位就會知道 你看它的快速鍵 有沒有事叫delete 對不對 您就可以直接把它delete掉就好 這樣事實上是比較快的 那您覺得 這樣的功能 就ok了嗎 可以滿足您的需求了嗎 哈哈哈哈 當然不夠啊 怎麼可以 對不對 來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呢 如果您某一張圖片 或某一個剪貼的內容 需要常常用到的 可不可以讓它排前面一點 可以 因為有些時候 比如說您剛好在處理這個case 那這個case 剛好就某幾個關鍵 是特別需要 一直重複使用嘛 你如果沒有 讓它排在前面 它會一直 隨波逐流 會隨著你新增的剪貼布 然後可以擠到後面去嘛 所以您可以這樣 您看喔 我們在上面按右鍵齁 來我把這個拉到中間 您看得比較清楚 好 按右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 這個 有看到了齁 叫它放最前面 這樣有沒有 它就排在第一名 這樣 你就不用擔心 它會擠到後面去 第二個 如果你不希望它自動 跟著刪除掉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嘛 超過一百個 不是就 會把最早的就清掉 你也可以加一個 按右鍵 永不自動刪除 泡一句俗語 叫做打不死的蟑螂 你加了之後 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用擔心 你看我們來增加一個新的 Copy 你有沒有發現我現在新複製進來了 這邊 它就不會怎麼樣 就不會被覆蓋掉 它就永遠在最上面 就永遠在最上面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般 老師呢 您在使用的時候 一個很方便的 再來就是 老師請堂 除了Office以外 有沒有 其他比較常用的軟體 有一個你們常用啊 可是都有這種困擾 你們都忘記了啊 知道哪一個嗎 老師收發信件 你們都用什麼 收發信件 是用Outlook 還是線上的 現在學校很多都是有線上的版本 不管您用Gmail版本 或者是用一般的那個學校的校務的那個郵件器 對不對 你們沒有遇到這個困擾嗎 如果你的內容是來自於比如說像我們這樣 Yahoo 我這個先收起來 我先把它拉到旁邊 這樣 就是我如果 我的內容是來自網頁上 像這樣我把它複製起來的 請問你 你貼在你的郵件裡面的時候 會不會連這格式一起帶進去 我們Office它有一次可以讓我們選擇嘛 要不要用純文字貼上 可是 您的寫信的時候 有這功能嗎 那你們怎麼都可以忍受 別人如果這樣隨便貼一貼 你不覺得那個格式不同意 看起來就比較亂一點嗎 對齁 你會不會想到 其實我們上次有跟各位提過 微軟只對自己比較好嗎 只有Office裡面的功能 才有就是選擇用純文字貼 像我比較常用什麼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 郵件 比如說我們用到的這個Google文件 在這裡的Google文件 你看一進來 它會連格式都會帶進來 都會帶進來 那這個時候就不怎麼好用啊 你要自己再去把那些格式移掉的話 就比較好 所以我們常會發現 大家在信件往來的過程裡面 有些人那個字齁 都很漂亮 尤其是它是來自網頁上的那些內容 或是比如說Office裡面內容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字可能就是 那些格式比較會跑掉 那我們的這裡就好用了 來您看一下 不管你是用信件的或者是那個 我先用這個 我打開一個我們的Word 因為我們在這個PickPick它的好處就是 這裡有個功能 您可以把 像我剛剛複製的是這張文字 如果我的Word打開之後 我直接把它貼進去 好您看我把這個地方把它貼進來 我先不管它我就直接貼上了 有沒有 格式會進來對不對 Office確實有一次機會在這邊 那您看喔 我在這裡 我可以按右邊 滑鼠的右邊 有沒有 特殊貼上 直接貼上存文字 事實上它的特殊貼上裡面還有很多功能 包括什麼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機會用到 也就是把它都變大寫 都變小寫 有沒有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需要大寫的字 可是我那個內容可能就是大小寫 摻雜在一起或都是小寫的 我就直接透過這邊直接轉換就好 但是我們一般最常用還是就是 所有的存文字 不過它的快速鍵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 快速鍵跟我們一般的 有個功能 相衝 SHIP加Enter 老師一定用過啊 SHIP加Enter這個快速鍵 明天我按了之後 會出現什麼 Office裡面的話 SHIP加Enter不是叫做強迫換腦嗎 有沒有發現剛好跟我們一般用的軟體會有衝突 所以這邊我就比較不會用快速鍵 我就只好用 滑鼠的方式 您看一下齁 我們在這邊 我就來這裡按右鍵 把它 特殊貼上 在這邊 在這邊 欸 它去哪裡 貼上 有 有沒有發現這樣就沒有格式了 所以您在郵件裡面也可以這樣用 也可以這樣用 那這個是我的Gmail的信箱 那您看 我如果在這邊 直接把這個 貼上 貼上 這邊好像都還好 我看一下 這裡 如果您是直接像這種方式的 欸 我就把它 抖抖的 三下之後 來這裡 這樣是不是會有格式來進來 對嗎 我們寫信的時候常常都這樣子啊 那這個格式會不會影響到後面的 會 重點是它會影響到後面的 所以您要回來的時候就比較麻煩 它這邊清除格式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這樣的話 我們就一樣這個按右鍵 你看這樣是不是格式就去掉了 所以沒有微軟 還是可以活得很好 但是你要找到適當的工序 不然你會發現 微軟它不做 我們就不行 不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我們要的是 我們是目的導向 我們要把我們的這個事情 這個工作 這個目的 做好 那用什麼工具 用什麼作為系統 只要你找到適當工具 可以完成 就好了 當然也許有些是付費的 有些是免費的 但是 以我的原則來講 我是盡量找免費的 就是 在合理範圍之內 我可以 用 比較快的方式去完成它 那我們就盡量用免費的嘛 當然有 付費的工具有些是真的很不錯 你就可以 用更 一點點錢 我可以達到更好效果 當然也是可以考慮的 這樣OK 所以Ditto 請問有沒有問題 沒有 這樣回去要不要用 呵呵呵 試看看 參考一下 應該可以幫助 因為這個是 應該是 每個人 不管您教學 或是生活上 應該是絕對會 一定會有機會用到的